你如果想要在55岁以后 好好的退休 我们先不要讲庸华富贵 好不好 我们说成功的变成了那5%的人 只约30额利 听过吗 孔子在2000年前就讲过了 30额利 40不惑 50知天命 听懂没有 什么叫做30额利 孔子说在30岁以前 我们就必须要想尽办法 办法想尽 创业 自己做自己生命的主宰 你在40岁的时候 你就不会彷徨 如果你的人生到了40岁 你对你的未来还是空虚彷徨的 各位朋友 55岁的时候 你已经知道 你的天命是怎样的了 听懂没有 恰恰好 这一个孔子的说法 跟老师要介绍你的另外一本书 叫做穷爸爸富爸爸 听过没有 他的作者叫做Robert Giyosaki 这个Robert Giyosaki 他是日本人 但是在美国 怎么样呢 长大的 他有两个爸爸 一个亲生的父亲 是很有学问的 但是最后在死的时候 留了很多的债务给他 另外一个是夏威夷的首富 但是只念过小学的二年级 所以他从小就受了这两个爸爸的影响 长大的 但是最后这个Robert Giyosaki 他也在40岁以前成为了亿万富豪 是因为他选择在什么时候听什么爸爸讲的话 在小的时候他听穷爸爸讲话 在大的时候 他就听富爸爸讲话 什么叫做创业 所以这个就把我们的人生归为四个象限 E S B I 谁知道E S B I的几首 谁不知道的几首 OK好 那Robert Giyosaki是说 E呢就叫做Employee 听懂没有 Employee呢就叫做上班族 上班族呢就是打工 打工呢就是上班 听懂没有 上班就是做工 没有人讲做母的 对不对 也就是说你的价钱是给别人决定的啦 你是用什么方法去赚钱呢 就是用身体跟时间来换钱 也就是说每一天呢 你工作呢 OK 八个小时老板就给你这么多 不够的话呢 你加班老板就给你更多 但是呢有一天你停的时候呢 老板也停止给钱你 所以呢 他把这个左向线的E的人呢 都把它叫成是穷人 因为呢你不做就没有了 而且呢上班的人呢 他还如果要增加收入呢 他只有两个方法 一就是他增加上班的时间 第二呢就是他增加他的学位 听懂没有 就是他的知识 明白吗 但是呢最后呢 这个不管你增加多少的时间跟学位 你的生计还是一样会归零 所以呢你看工资呢不出头 对不对 出头呢就入土为安 往下处呢就干一辈子 有没有 然后呢早上上班 晚上下班 一上一下就变卡住 看到没有 OK 然后呢卡住的意思呢 就是卡在很多 不然呢翻译成英文呢 就叫做stuck 有多少上班10年的人已经现在stuck住了的了 为什么 第一房子的雾期好像天天供不完 明白没有 然后呢车子又好像一直拿你家里的钱 然后开始发觉到自己能力开始退化 然后呢钱也来又不够用 有没有这样的生活压力 有没有这样的生活压力 95现在占两毛 对不对 接下来97也要占 然后呢糖占价了 对不对 有可能在大选过后呢米也会占价 为什么呢 麦也会占价 面粉全部会占价 为什么呢 因为气候不调 所以呢功不应求 所以一定会占价 但是你的收入有占价吗 如果你还不增加收入的话呢 很快真的你的生命呢 就或者是你的生活呢 真的会受影响 那很多人问我老师 上班也很好啊 听懂没有 你们MV啊 这种叫金字塔 你不懂就讲不懂 装懂 我好 我现在画金字塔给你看 各位朋友 上班是金字塔吗 是吗 OK 觉得上班是金字塔的朋友 几手 OK好 那些不几手就才不懂 你的公司有几个CEO 有几个CEO CEO就Coconut OK OK 我新加坡很多Coconut 听我讲课的 然后呢 第三 是不是有几个Vice President 对不对 下来是不是还有Executive 几个 再下来是不是还有几个Meneager 对不对 再下来就有Supervisor Supervisor很多个 OK 再下来是什么 Goodie 对吗 哪个朋友 好我想问你 这边有没有人是学生的几手 OK好 来小弟你叫什么名 什么咪 我问Jimmy很专心听课 好Jimmy 小学六年级对吗 不是不是我说小学 是不是要念六年 中学念几年 哈 五年 大学念几年 总共多少年 15年 那Jimmy 念了15年的书是为了什么 为什么要念书 为什么要进大学 为了应酬 什么叫应酬 应酬老板 应酬自己跟应酬家里 他的家长有没有在这边 被 他的妈妈在哪里 应酬他们 其实这件事情并不是你喜爱的 你非常的勉强 感觉到被强奸 等一下我们要做心理补导 家长 但是没办法 我们的人生规划本来就是这样的 10岁到20岁的时候呢 我们必须要把学业搞好 听懂没有 20到30岁的时候呢 我们才学会搞什么叫做事业 30到40岁的时候呢 我们才开始搞家业 Family 40到50岁的时候呢 我们才开始 置业 就是你喜欢做的事 50岁到60岁的时候呢 才叫宗教事业 你很多人到五六十岁就开始投入宗教事业 为什么呢 就是self-exercalization 听懂没有 所以没有办法 Jimmy要应酬下去 15年 各位朋友 15年的大学毕业以后 是不是你的位置在这里 对吗 OK 几时才会变成CEO 这是不是金字塔 你能不能敲你的CEO的名 这个门 C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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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EO One day I want to sit your seat 很快你就go back to eat your seat 对不对 今天在座的 如果你的上限是钻石 你能够做钻石吗 这样安利还是金字塔吗 你不懂就说不懂 不要装懂 别瞎说 很多人不懂装懂 一巴掌巴过去 头脑记水 脑身炒胆身毛 听懂没有 听懂没有 明白没有 这叫做金字塔 你一辈子努力 15年你就为这金字塔在工作 各位朋友 你觉得要爬上CEO的人多不多 多 很多 机会很少 所以有的时候 明的不能 你要靠暗的 你要请 打小人 最近网上有流行打小人 你要希望他能够三老病死 出车祸小驴飞刀 不然就西瓜皮 然后你才有机会坐上去 对不对 这个叫做鸿海策略 这叫金字塔 然后呢 哪里知道 你做做做 好了 很顺利的让你做到了CEO 更残酷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 他是有期限的 马哈迪都要下台 你看到吗 25岁 35岁 45岁 55岁 哇 你的收入 冲冲冲冲冲冲 到一个阶段 不能够再上 到55岁归零 对不对 但是你在归零的时候 以后还要不要生活 你这一生 不是55岁就完了 对吗 各位朋友 这叫做规划 所以为什么 穷爸爸父爸爸说 在20岁的时候呢 我们在E 30岁就要在S 40岁就要在B 50岁才能够在I 听懂吗 不明白的几首 OK好 在20岁出来上班的时候呢 你只可以上班10年 如果你想在55岁以后的 退休生活是很有钱的 你在30岁就要创业 你在创业的时候呢 你才能够有足够的 能力去赚够你在55岁以后要花的钱 因为刚才老师已经跟你讲了 上班是不可能足够让你退休的 只有通过创业 我们有多种的收入 我们才能够让我们退休 但是呢 在30岁的时候呢 你做10年的S 就叫Sell Employed 他也不能够让你生活有保障 因为你有做有没做没有 你一定要在40岁马上转型成B 在下面呢 有很多的人才跟系统在帮你赚钱 因为那个时候你开始老了 你会生病了 你不做的时候 你还要有 你在40岁就要有系统在帮你赚钱 当你40岁有系统在赚钱的时候呢 55岁你把那些钱拿来做投资啦 地产 所以55岁以后 你才会变成5%的人 各位朋友 这叫做按部就班 知道吗 Jimmy 所以今天要快乐一点去应酬 知道吗 不能一步登天 孩子要脚踏实地 听到没有 要脚踏实地 很多的父母亲很担心 自己的孩子带来这里上学 上课 然后他那些领导人 就一直鼓励说他全职 不要读书 错了 不是这样的 我不是这样的 知道吗 如果大便丢到美国 他都是大便 听到没有 钻石跌进马桶 他就是钻石 所以Jimmy 你是钻石 知道吗 你在任何的地方 你都能够影响人 听到没有 他就是人脉 就是钱脉 understand ok 有够 elaborate about e吗 有明白吗 有足够明白吗 ok好 来 阿宏帮我擦一下 ok 好 所以第二 老师就要讲b啦 s啦 s叫做sell and plot sell and plot 就叫自雇者 自雇就是自己请自己做工咯 ok什么叫做自己请自己做工 举例一下 医生啦 开立司楼的啦 accountant啦 听到没有 他们有accountant分这些自己要下手才有钱赚的啦 ok 然后呢 还有什么 还有这些杀货店的老板呢 有没有 ok 油站的老板呢 听到没有 那这些都叫做自雇者 那自雇者呢 是什么呢 ok 就是 ok s叫做sell and plot 就是用生意赚钱 听到没有 所以生意赚钱 各位朋友 要赚生意的钱 要不要有条件 第一 我们要资金 capital 那刚才老师讲了 你从20岁开始出来上班 你在30岁就想创业 各位朋友 你能够存多少资金啊 如果你进大学 是不是24岁才出来啊 你上6年的班 你怎么有钱创业啊 所以通常在30岁成功创业的 不是你妈妈的棺材本 就是你婆婆的那些还没花完的 对不对 有没有道理 ok 然后呢 第二 如果资金弄到了以后 要不要经验啊 各位朋友 如果你的上一代没有人经商 你一开始的 这个角色就是上班 你爸爸也是上班 你全部都是上班 你要成功的 从E转成S的机会是太低 太低了 因为你没有这种生意的背景 你上班了 你24岁开始出来上班 6年的这个上班生涯 你天天只会上班 你懂做生意吗 你没有商学院教你 所以为什么最后就会变成像刚才老师讲的12%破产 没有经验 认同吗 第三 员工 所以员工好的就留不住 坏的就替不走 有没有 所以有一个朋友跟我说 哎呀 顾客很多就忙死 员工不做工就气死 资金做赚不好就烦死 做生意有没有这边的 有没有感同承受 对不对 当然不是说做生意不好 他真的有赚钱 但是生意人一定要记得 40岁要快快转型 变成B 就是变成系统了 不可以在自己天天这么烦 因为有一天 我跟你说 棺材是睡死人的 不是睡老人而已的 听懂没有 OK好 听懂 棺材是睡什么人 死人的 他不一定有老的才死的 听懂没有 OK好 很烦的也很快死的 听懂 OK好 然后呢 location就是地点 做生意是不是 做做一段时间 做做一段时间 接下来要装修 接下来要翻新 如果你的是做那种生产的 你的机器一直要upgrade 你的机器一直公布完的 有没有 OK好 然后最后一个还要面临竞争 就是淘汰 风险 有没有看过人家做到生意 倾家淡产 跑路的 OK 他前面怎么样呢 可以很多亿 很多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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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不要前面加一个零 听懂吗 睡少妹啊 很多人真的是睡少妹的 为什么 转型 每几年就流行东西 每几年就在竞争了 明白没有 所以这叫做S OK 然后呢 B呢 是什么呢 business owner 就是靠系统赚钱 System来赚钱 系统呢 有三个模式 第一就是你可以创造自己的系统 但是各位朋友 你看到这些成功的系统 是不是一两天形成的 林虎同 骆文秀 郭鹤年 李嘉诚 王永庆 这些 他的企业是不是经过几十年 的累计 最后他今天才能够成立一个真的系统 IBM Microsoft 这些是不是很多年了才有的 你怎么能够在几年里面就变成自己有系统 所以创造系统对我们现在21世纪的人来讲 是遥不可及 比较没有可能 不说没有不可能 比较没有可能 OK 好第二 买系统 什么叫买系统呢 就是 OK McDonald KFC ODAO 这边有没有ODAO Papa Rich 听懂没有 你就要给钱 然后你就买系统 你知道现在这个 McDonald多少钱吗 100万美金 OK 这边有没有Papa Rich啊 没有 你们知道什么是Papa Rich吗 以前有一个Roti 叫做Roti Boy的 有没有 现在他转型变成Papa Rich了 那Papa Rich现在也差不多马币100万 他的Franchise Copy 那个ODAO你们知道多少钱吗 现在700千 711你们知道要拿多少钱吗 250千 这些是帮助有钱人更有钱的 你有钱你未必也拿得到 因为里面要有关系 知道吗 因为每一个地方只能够有几间 他是有restriction的 还要买通很多很多很多的 所以100万我只是说 差不多拿那个Franchise 还有很多TTTTTTT包红包那些没有算 宋里兰的没有算 知道没有 OK好 然后呢 第三个呢 穷爸爸不爸爸就说 如果你不能够创造系统 不能够买系统 但是你不想55岁以后变穷人 你又想要有系统 你就叫参加系统好不好 Join the system OK 这样他就说 有什么系统可以给他参加呢 你知道Roberts Kiyosaki 在那个第二本书叫商学院 他们有讲到 如果给他在年轻10年 以前如果还没有机会 他一定参加MV 做MV的 因为他知道网络商机 就是未来的趋势 明白吗 所以你们要读这本书 所以呢 那参加买系统 我讲了 那参加系统呢 他参加什么系统 就是直销 或者是e-commerce 电子商务 这是Roberts Kiyosaki讲的 不是我讲 我是代表他讲给你听 所以呢 然后接下来呢 才能够通过钱赚钱 因为有了系统 就能够通过钱贯钱 明白没有 所以呢 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在这边 你要通过传统的模式 你必须要一关一关过 对不对 先去S 才先B 所以很多时候 在S的时候呢 很多人就倒掉了 明白没有 所以呢 这本书就跟我们说 比较安全跟保守 而且又不会弄到你失败的 就是直接 从E跳来S 从S跳来B 就是你可以用参加系统 所以等一下很多人就问我 参加什么系统 各位朋友 第三本书 老师要介绍你的 就是财富第五波听过吗 谁有谈过财富第五波的几首 天啊 还有很多人真的不知道 你们又是第四个 这个叫做将被淘汰的候选人 老师有一次讲课的时候 有一群大学生 既然读经济学 然后呢老师讲财富第五波 然后呢就有一个做前面的几首 老师 我才来听第一堂课 你就讲到第五波了 我问他你读什么系的他这样读 economy了咯 你economy你不知道财富第五波不同啊 到底学校念什么 所以呢财富第五波呢 这本书呢就跟我们说 未来的财富导向 我们在哪里 今天我们也要知道 我们要拿那个锄头去管那个金啊 我们都要知道他的方向在哪里 对不对 如果我们去做地方管不到就死 是不是 所以呢 这本书呢是一个GPS来的 他是一本给我们知道 未来的财富的发生在哪里 他的作者的名字呢 叫做Paul Zempiller 这个Paul Zempiller呢 是美国的一个非常成功的经济学家 他分析了美国的经济 跟全世界的经济导向 然后呢他也写了一些 在以前这些人是怎么样成功跟发达的 然后呢总结了以后呢 就在总结 在接下来的一百年跟两百年呢 接下来会发生怎么样的大经济变化 Revolution听懂没有 所以呢 他就想以前的财富第一波呢 就是农业革命 以前有地的人发达 对吗 种油种的人发达 有橡胶的人发达 听懂没有 OK 然后呢财富第二波呢 是什么呢 OK 工业革命 OK 那工业革命呢 是什么呢 工业革命呢 就是那个时候 OK 牛顿坐在那个苹果树下 突然间有一天苹果跌下来 他看到那苹果跌下来 他就很奇怪就开始想 哦 发现到是那个地心吸引力的时候呢 就开始呢 让人家了解怎么样开发重型机器啊 蒸汽机就是因为牛顿的发现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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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以前牛顿没有坐在那个苹果树下的时候 那个苹果也是这样跌下来 他只是比较先共享 然后呢最后呢就开始了研究 所以就发明了蒸汽机 就发明了机器 然后呢把人送上天 把人送下海 然后开始就发明汽车 所以那个时候就很多人呢 开始呢用工业 就是做工厂 靠机器来赚钱做生产 听懂没有 然后呢第三波呢是什么呢 就是商业革命 所以那个时候呢 又发明了计算机 你知道以前的计算机 要一个房间才可以装满的 听懂没有 现在呢 计算机是不是很简单 计算机的发明 再加上汽车的发明 就开始形成了 World Trade 听懂没有 就是世界贸易经济开始发生 就是那个时候第三波 只要经商的人都可以赚到钱 听懂没有 代理 所以 洛文秀就是在这个时候发达的 林虎彤是在农业革命发达的 听懂没有 所以呢 第四波呢是什么呢 OK 叫做网络革命 听懂没有 网络革命是靠什么 智商 Billgate IBM Microsoft 听懂没有 OK 各位朋友你可以写吗 你会写software吗 OK 明白没有 OK好 然后呢 第五波呢是什么呢 就是 保健革命 OK 为什么保健革命会发生呢 因为呢 1946年到1964年之间呢 这个就是世界大战结束以后 所以呢 这一群人呢 这个时候呢 是世界人口增长最快的 因为天下太平没有人打仗 所以他们就在家里的床上天天打仗 就生了很多的孩子 所以呢 1946年跟19 你们就是喜欢听这些 1946年跟1964年这个阶段出生的人是 现在大概是40岁到60岁 他们每一个人的经济能力都不错 而且呢 他们审查过 原来他们就是掌握了整个世界经济的这5%的人潮来的 听懂没有 而且呢 这一般人的后代啊 子孙呢 都想长寿 都想保健 都想产生不老 所以这一个市场呢 就是他们会对保健方面呢 做出很大的这个市场贡献 就是只是在美国哦 就会有一兆亿的美金 但是呢 这个市场不只是在美国 在全世界都有有钱人 听懂没有 也就是说保健革命开始发生了 那谁会赚到钱呢 有知识的人 OK 然后呢 肯接受重新被教育的人呢 能够在保健革命这一边呢 赚到一笔钱 听懂吗 OK 好 然后接下来这几个月将会有进另外一本书出来 就叫做财富第七波 第五波我今天还懂 第七波来了啊 哎呦 所以你们接队不要太慢哦 不然你们就在活在情死亡的时代了 听懂没有 OK 那边人看不到 这个要跟他搬掉 OK 不过是我太大 还是这个东西太大了 OK 好 然后呢 财富第六波呢 叫做直销革命 各位朋友 你有没有发觉到 不管今天你喜不喜欢 OK 你interested不interested 整个趋势都开始在改变 这个有直销 那个有直销 什么商店买东西 都有member card 介绍人又有回扣 这些都是叫做直销模式 听懂没有 也就是说直销呢 就是靠人际关系来赚大钱 直销呢 已经是365行的其中一行 直销能够解决 政府解决不到的问题 所以为什么中国直销出台立法 为什么越南都直销出台立法 因为他知道 55岁以后这些人没生产 第一他们要再去上班 没有人肯行他们 他们可以干直销 第一这个问题解决 第二很多的家庭主妇 在家没有生产 只登老公养 对不对 所以这一个又可以解决 然后呢第三 学历不高的 又可以在直销里面转型成功 所以各位朋友 所以直销 它就是能够帮助 很多的穷人 便富人 明白没有 很多人 继续继续 你可以言有继续 因为你喜欢 听懂没有 因为这是趋势来的 你不要改变 改天你走出去 全部人都有 你没有啊 你没有啊 听到没有 OK好 然后呢 第七波已经来了 就是直销 加电子商务 各位朋友 你有没有发觉到现在什么 什么东西都上网卖 叫做电子商务 e-commerce 听到没有 你买一个 有可能是很贵 但是他又跟你讲 如果你买十个 介绍十个朋友买 他又可以扣一点 还是付利两个给你 这个就是直销 加电子商务的概念来的 听到没有 所以几乎 现在的generation y 对不对 谁是generation y的 几手 geny的 OK 你们有没有发觉到 你们一天里面 最少的三分十一时间 都有上到网的 你们这个网站 推特 Facebook Google 这些都是 social media来的 所以在接下来的 十年 二十年 都是这群人 在市场里面活动 而且他们的整个理念 就是在网上购物 听懂没有 所以台富第七波 要转型成功 是靠什么呢 靠观念 听懂没有 你的观念接受的快 观念转的快 你就可以赚到财富 第七波的钱 而且呢 你知道财富第七波 这个电子商务呢 根本就是100%的 你在美国 很多的日常消费品 超过80%以上 都是在网上购物的 买到了 美国的商店 没有像马来西亚 开这么长时间的 他们 美国啦 Europe啦 因为他们知道环保 而且呢 汽油是越来越少 听懂没有 他们为了要节能减碳 他们的商店 限制他最早开到6点而已 听懂没有 所以呢 在晚上的夜市 你看不到有商店开的 所以呢 有大部分的日常用品呢 必须要上网买 然后呢 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呢 是在发展中的国家 而且每一个人 最需要煎两份菜 才能够维持生活 所以他们是没有时间 像我们这边的人 慢慢在那边走 慢慢走 没有的 他们就是会浪费这种时间的 他们要买东西 有need他上网买 有need他上网买 你知道Walmart吗 Walmart在美国 是有着上网买东西的 你们知道没有 OK 所以这就是一个趋势来的 如果今天你发觉到 马来西亚会有一天 会不会变成这样 石油会越来越多 还是越来越少 那如果今天你今天就听懂的话 改天石油少的时候呢 已经有一个很大的网络 他们全部上网买 就跟你有关系了 但是偏偏呢 这个Posent Peeuler就讲了 这个财富第五波 第六波跟第七波 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参与的 第一 可以参与的叫做投资者 只要这个投资者 他投资的项目 他跟保健直销 或者是电子商务有关系 他就赚大钱 听到没有 第二 生产商 只要你是搞生产的 OK 然后呢 你所生产的产品 跟保健 跟直销 然后在上网买 卖有关系的 你也能够赚到钱 所以最近你有没有发觉到 连next coffee都要加高线 微他命C 有没有 他知道如果他没有加下去 他很快会被淘汰 为什么呢 保健革命的来临了 听懂没有 然后接下来你看到很多的 宪布里面加Jingo 加人参精华 这就是保健 听懂没有 OK 然后呢 阿里东角啊 东角咕咕咕咕 有没有 OK 接下来如果你可以生产 你可以生产 阿里东角砂盆 听懂没有 死了会惊得 OK 几点了 几点半了 睡了吗 OK 要完了 OK 好 然后呢 如果投资者 你不试的话 生产商 你不试的话呢 你可以第三个呢 做什么呢 叫做分销商 听懂没有 分销商呢 叫做distributor OK 那很多人问我 老师 成功的巴仙率几高 哦 很高哦 你知道每一年哦 通过钱赚钱发达的人呢 只有区区那么一巴仙哦 听懂没有 然后呢 每一年只有四巴仙的人呢 是通过智慧产权发达的咯 什么叫做智慧产权呢 就是发明啦 唱歌啦 演戏啦 这些叫做智慧产权 听懂没有 然后呢 每一年呢 有33巴仙的人呢 是透过分销 或者是代理呢 成为百万富翁 也就是说 分销跟代理呢 是最大 最多人群成功的其中一个项目来的 那还有其他的呢 就是祖先留下来的啦 还有的是搞生产的啦 还有的是搞投资的 那些都跟你没有关系的 听懂没有 OK 如果祖先有留下来 你就不会坐这里 听懂吗 OK 我是讲一些 你比较有可能的 OK 明白没有 OK 所以那你觉得 MAS是不是符合财富第五波 第六波第七波 MAS公司的营养补助品呢 是75年最久的 听懂没有 100%organic的 MAS是全世界最大的直销公司 零负债 380亿 Billgate亿元 在未来的20年 我们将会变成800亿 听懂没有 你试想想 那中间的市场还有多少 然后呢 接下来呢 电子商务跟直销 1998年 我们MV已经开始 跟Microsoft IBM 合作做电子商务 去年MV Malaysia 在同行注入 4000万的几个基金 在做我们的 MV2U.com 各位朋友 你觉得 你是不是掌握趋势 是不是 给自己一个掌声 OK 所以呢 参加什么系统呢 就是要参加 跟财富第五波 第六波 跟TG波 有关系的系统 听懂没有 OK好 那接下来呢 讲到了财务第五波 第六波 第七波呢 OK 那到底呢 生意潜能在哪里 市场有没有 对不对 大家都很关心的 是没有 OK好 那各位朋友 那我想问你 现在呢 我们讲 如果创造系统 大家不可能 大家在做的都 还有可能能够 买系统 对不对 有没有听过 McDonald 有没有听过 OK McDonald是不是 100万美金 1 million USD guarantee你 一年return OK 然后呢 你如果去拿 McDonald的franchise OK 你只拿到经销权 然后呢 每一天 大概四点的时候呢 就有vendor vendor就是 会有一辆vendor 连McDonald的logo 送那个 送鸡腿 送油 去你的店 帮你换油啦 弄到干净干净 然后呢 把那些面包 全部排得好好 OK 然后呢 等一下你六点 就可以开店 所以呢 这个vendor呢 就是提供 产品与服务 然后呢 如果你决定拿这个 McDonald的franchise的时候呢 你就要选几个 manager 应征 然后呢 送他去美国 University of Humberger 做training 回来帮你管理整个这个franchise 但是呢 你只拿到经销权 就是你只授权 可以代理卖汉堡包而已 听懂没有 你不可以授权给别人 这样我想问下 在座的每一个朋友 你有没有每天都吃一个burger 几手 一个礼拜吃一个的几手 哇 那其他那天是一天吃两粒 还是一个礼拜吃十粒 OK 那你们是不是很早吃 对不对 你看McDonald没有刀哦 听懂没有 一家开一家 听懂没有 OK好 那各位朋友 那我再问你 这边每一天有刷牙的朋友几手 四手都挤起来了 听懂吗 每一天都有洗脸的几手 OK 每一天都有洗身体的几手 洗衣服的 全部都有 我就不再讲下去了 OK好 我就跟你讲这个市场 其实很久 我们就给别人罢掉了 你知道马来西亚有两千八百万的人口 知道吗 目前为止 还有一些外来移民 我们没有去统计 听懂没有 每四个家庭 每个一个家庭就有以四个人来计算来讲 OK 马来西亚总共就有七百万个家庭 这七百万个家庭同样的是不是跟你也一样 每一天要刷牙洗脸 对不对 那如果以保守古迹呢 这七百万个家庭每一个月只消费三百块的日常用品 也就是说整个马来西亚长情这么不好 只是这个日常消费品牌的市场呢 就已经贡献了21亿马币的营业额 每一年呢 12个月呢 就产生了252亿的营业额 各位朋友 252亿 这个数字是大还是小 你都是其中一个贡献者 如果今天你听不懂这张课 这一个市场呢 给谁大了 Desco Giant Giant Jasko Metro 还有富丽华一大堆 对不对 你以为这样多的trollies是谁给的 是你赞助的 听懂没有 明白没有 OK好 那我想问一下 这个戴眼镜白色衣服的小弟弟 你叫什么名 什么孙 福顺 福顺 今年几岁 是福顺吗 鲁顺 讲大声一点 土顺 国顺 你要发音准切 国顺 所以呢 发音要把口罩开 国顺 OK好 国顺今年几岁 国顺今年十九岁 还在念书吗 还有在念书 现在目前 目前你是用什么牙膏在刷牙的 黑人牙膏 国顺三岁开始刷牙 刷了十六年 国顺知道黑人牙膏的老板是谁吗 他的工厂在哪里 你今年或者七年的生日 他有没有寄卡给你 用了十六年 每一年新年 他有没有送连衣服 OK我看国顺的耳朵 这样大个又这样飞出来的 最少活八十岁 OK 八十减掉十九岁 是不是还要刷牙刷多六十一年 国顺 对吗 而且呢 我只是讲刷牙 不小心跌在地上那个没有算 听到没有 现在的那个牙膏的洞都是很大个 对不对 就是要给你快点玩嘛 还有洗点霜呢 洗头水呢 洗衣服的呢 这就叫做家里的黄金了 这一块市场 我们每一天都是怎么样呢 很开心很快乐的双手这样子送给这些人帮助他发达 很多人听不懂我讲话 各位朋友 今天如果你明白两个 你只做两个动作 改变购物习惯 改变产牌 改变观念 改变话题 你对来的五年跟十年 你要穷都没有机会 好各位朋友 今天如果你知道这市场很大 你成为注册一个叫做IBO Independent Business Owner 很多人讲 有 outdate了了 MV 你拿石头丢三个两个是MV Dead Long Go那个也是 你才outdate了 现在是不是流行iPad iPhone 还有什么 iPod 对不对 还有一个叫IBO IBO 代表什么 电子商务独立商人拥有者 Independent Business Owner 你有iPad 有iPhone 有iPod iPod OK 有这样多i but你这个都是在消费的 对不对 但是唯一只有一个IBO在帮你赚钱的 你一注册成为一个IBO 你拿到了经销权 就是说 整个MV公司的600个产品 跟600个科学 叫做生产的东西给你代理 你也拿到了分销权 什么叫分销权 公司给你权力去物色市场 你开发出来的市场呢 公司会有另外一种的方式去奖励你 你说好不好 好 一 MV就是刚才我们把Mcdonald换成IBO Mcdonald叫做Franchise 我们叫做Home Base Franchise 就是家庭电子商务 连锁经销商 很长的 不用紧 买这个CD来听 OK好 所以我为什么一直交代 临方一定要录起来 因为这一个CD影响无数的生命 老师那天在新加坡 在JB 在泰国 不是 在槟城一讲完 所有的人对整个案例的观念改观 每一个一听到半卡加入 听懂没有 那做不做我不知道 因为是他上限时 听懂没有 我只是要给我们华人多一个机会 所以每一次我讲课 我是挖心挖肝 不厌其烦 你有看到吗 因为我们是华人 华人在这社会机会 急缺不多 我审查了各个的行业 调查了各个的机会 唯一只有MV 对我们华人是最公平的 难道不是吗 对吗 有做生意的人你自己就知道 对不对 你新年包红包都软了没有 家孩子都没有包 这样多给他 对不对 这是我干爹讲解我听 我干爹是生意的 所以各位朋友 MV它提供的是产品跟服务 它提供货仓 全马来西亚的货仓的货 都是供应给你的市场的 马来西亚投资了4000万 MVDOU.COM 提供的服务是给你的市场去做的 马来这个美国的工厂 越南的工厂 中国的工厂 600个科学家 每一天24个小时的科研 就是一直在研究 不要让我们的产品跟市场脱节 你只要跟这样子的公司合作 各位朋友你就永远不会淘汰 因为它永远跟市场劫困 你不用去烦这块东西 你的动作就是做marketing而已 然后如果你连marketing都不懂做 你们听到什么叫做IBO business吗 IBO business就是在这边 这一所就叫做商业大学 也就是好像University of Hamburger 但是University of Hamburger 你要先给100万 你这边给3块 哎哟 三块 三块 阿罗 改天收贵一点好不好 明白没有 我讲到这么明白 你就成功了 听懂没有 有没有很明白 真的吗 最后一撬是不是要通了 OK 只要把任督二脉打通 听懂没有 你那撬就通了 听懂没有 OK 好 好 那也就是说 如果今天你能够认同这样子的 消费趋势就是财富第五波 第六波 第七波 已经认同这个刚才老师讲的 第五波 第六波 第七波的朋友 几手 它正在发生了 OK 好 然后呢 已经认同它是一个多的选择 就是在我们工作以外 它能够成为我们的一个备胎的计划的朋友 几手 OK 好 那我就讲到有机会 就就明白了 那你觉得你身旁有没有六个朋友跟你一样有危机感的 你只要把这六个朋友给弄明白 叫做六个市场 这六个市场不用多 它只要诞生四万块的这个营业额 你有六个这样子的市场你就叫做钻石 如果钻石的话呢 年收入是四百千 Business Class一年就两次 听懂没有 也就是说如果今天你有分销到六个这样子的市场 听懂没有 你就成功转型了 而且呢 改天你不做的时候呢 这个市场还继续会有消费 继续会有生产 听懂吗 第一 不用大的资金 谁这边没有八十五块的 学生借都借回来 对不对 听懂没有 你真的没有八十五块啊 还敢几手啊 我看你也不小了 听懂没有 后面补党 听懂没有 所以各位朋友 今天你是想想八十五块的这个压底金是什么呢 100%满意保证 听懂没有 OK 还有第二 不用地点 你知道去到哪里你就能够开档 所以它是人与人的市场 你看到人你就能够兴奋 只要找六个 OK 然后呢 它不用员工 听懂没有 所以没有员工的烦恼 你不用给员工气死 因为它通通都是自己的生意 然后呢 不怕没经验 为什么呢 有IBO business 请很颈的奖师来training你 听懂没有 OK 然后呢 接下来没有风险 你有听过 听到人家做MA 可以跳楼自杀借大耳聋 然后跑路有没有 如果有你记得介绍给我们 我们要去访问他 到底是如何这样子做做到这样的地步 也不是普通人哦 然后呢 我们要叫他上台上来讲失败的故事 因为你各位朋友 你不可以一直听成功的故事的 上台的人有两种 一种是当借敬的 借敬就是他做过什么事 你就不要再做 因为他失败 听懂没有 第二叫榜样 像我们就是榜样 听懂没有 我们做过什么事 有成功有结果你就跟 就这么简单 会不会 会 明不明白 OK好 那各位朋友 如果你有400千的收入 每一年两次Business Class的旅行 好不好 爽不爽 爽 何止爽叫爽死 听懂没有 OK 很多人就会问 这样容易吗 容易的事情不轮到你做 我们叫做机会 对不对 我们叫做希望 对不对 有事有机会 没事没机会 对不对 对 各位朋友 如果今天呢 我要跟你讲的 MBA它不是二选一 它是一加一 什么意思 我们不是叫你的行业 跟MBA之间选一个 不是 我们只是说 在你现在做的工作的时候呢 加多一个 为什么呢 你是在顺境要找退路 等下逆境的时候就有出路 你平时五年的时间 你也是在上班 早上的时间上班 你一个礼拜就来这里上课两天 学懂安利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听懂没有 然后呢 看到人要希望 你就给他希望给他机会 如果一个月推荐一个人可以吗 可以 然后一个月推荐一个人 十二个月就有十二个人 在五年就有六十个人 如果你的祖先不是很零 五八仙的人听懂 在五年里面 你就有三个部门 就是三个IBO做四万块的生意 你叫翡翠 像我这样的翡翠吃到白白胖胖 一年赚两百千多 两百多千 每一年海外旅行一次 好不好啊 好 OK好 第二 如果不小心十八仙的人听懂哦 听懂没有 因为太努力亲客 讲到人家太明白了 OK 然后呢 六十个人 十八仙的人想做 你就有六个这样的市场 好不好啊 好 请问你有什么理由失败 各位朋友 如果你有这个来慢一下 你如果有这样子的想法 又尝试不小心让你有机会把六个部门发展出来 各位朋友 你知道你以后的人生叫什么人生吗 叫六六大顺 知道六六大顺的朋友记得 好 大家的不知道的记得 哦 不知道 想知道吗 想要吗 OK好 各位朋友 经济学院有讲过 以前的人在选择职业的时候呢 是靠知识 跟技术 以前 就是在 Gen Y Gen X 的时候 你没有知识就完蛋 没有技术你就完蛋 对不对 但是偏偏现在是informatic的时代 技术更新很快 知识更新很快 你也一样会被淘汰 如果你没有成长 认同吗 好 现在要选择事业要靠趋势 然后呢 要有价值 要用价值去衡量你所现在做的事情 好